一花一世界,一夜已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老祖宗常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能描摹出所有生物的外形和轮廓 但你无法准确地画出内在复杂的骨头 你能知晓这个人的表面,但却不能知晓这个人的心意 一个人的心就像是一片茫茫大海一般 你无法估计它有多深,也不能看到尽头 在何方 你只知道人的心意是过分复杂难测的 我们立身于这世间要面对不同的人 解决不同的事 而这些人与事的背后的本质啊 就是人心 那么要想过得安稳,活出自我 我们就得学会查人观色 看清楚对方的神情举止 从而看透他们的心思 制定出不一样的待人策略 曾偶然说过你所看不清的 都是别人给你设置的障碍 你所能之间感知到的 都是别人有意来蒙骗你的 如此说来,在虚伪的人气关系里面 要想看清楚人的真相 其实是很困难的 更是需要人有一定的能力和经验 而在职场或者生活中 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呢 那就是心机过重之人 面对心机过重之人 我们不能掉一星星 被他们表面上的温文尔雅而欺骗 要知道 这三种人 看似与人为善 实际上却是诡计多端 1.喜欢满口仁义道德的人 实则诡计多端 我们经常能听到这么一句话 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 可背地里却干着难道女昌之事 在生活中有一个潜规则 那就是越是喜欢 讲空话 说甜言蜜语之人 他们就越不是什么好人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真正干实事的人 他们是不会花这样的小心思和时间 去干毫无意义的事的 可在现实中 在职场中 喜欢吹嘘的人多了 而喜欢干实事的人少了 那么越是吹嘘 越是在给你化病 越是能让你掉入到陷阱当中 面对这些人 我们第一时间要想到这么一句话 那就是 事出反常必有妖 本来就是做事的地方 为何对方非要满口仁义道德 满口奉承讨好呢 很明显 他们都是有目的的 有利益需求的 这样的人 我们可以称之为伪君子 俗话说 宁得罪君子 不得罪小人 究其原因 是因为得罪君子 一般小时他不会与你计较 即使真生气了 要报复你 也会光明正大的来 不会使用阴损的招数 而且适可而止 给你一个教训 或者你认错了 也就没事了 而小人不同 你得罪他 他可能记恨你一辈子 一有机会 就会给你使绊子 而且没有道德底线 怎么痛快怎么来 这就很难受了 所以说你和他们相处 就像是走钢丝一样 稍有不慎 你将会掉落在地上 摔得遍体力上 二 整天游走于 人际关系之间的人 心机似海 一个人是否心机似海 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好像在职场中 你会看到有一些人 他们总是喜欢 和别人搞好关系 无限度地去游走 在人际关系之间 尽可能扩充自己的人脉 与其就是扩充自己的人脉 不如说这些人 正在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所以说职场和社会 就是一个拉帮结派的地方 这个地方很可怕 它将会让人感受到 被针对和排挤 被拉拢逼迫的绝望 而这个地方 或者说这个圈子中的 主导者 就是那些心机似海的人 我们都不想跟有心机的人打交道 一方面 这类人的诚服很深 表面上看不出于任何短倪 你会单纯认为 其实是一个好好先生 但随着交往的深入才会发现 对方其实是拆狼虎包 另一方面 跟有心机的人打交道 很少有不吃亏的 因为他们精于算解 又懂得审视夺势 利用周围环境为己用之 面对这些人 我们最好的态度 应该是不能够得罪他们 不能够招惹是非 而是要静悄悄地远离 不让他们发现 很多人会疑惑 都是人 为何要这么做呢 很简单 因为不是所有人 都是善良之人 越是喜欢拉帮结派 越是喜欢玩针对的人 越是心狠手辣 因为 没有心狠手辣的手段 你是不可能完全 凝聚到人心的 如此 别人的话不是风平浪静 而是随时 能够将人卷入其中的漩涡 三 人前一套 背后一套的人 不得不防 真正有心机的人 在生活中 可以做到千人千面 既可以是 温顺甜美的小白兔 也可以携换成 笑里藏刀的杀手 当着众人的面 即使再讨厌你 也会对你百般温柔 给予众人 很亲和的印象 即使与你产生了过节 也不会当面 送你一个步子 人前一套 背后一刀的人 他们不会直接表现出自己的喜怒哀乐 大多是以迎合场景需要的面具情绪为主 众人笑 他们便笑 他们的社会适应力很强 即使被人伤害也不会当面发火 反倒以笑脸迎人 不少人会被瞬间消灭防御之心 认为这类人没脾气 是性格软弱的懦夫 但殊不知 他们只是在叙事罢了 等把握好时机 曾经的仇恨一定会回馈 这类人不用心挖掘很难看出 但一定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 两面派的作风 如表面当着别人的面 尽可能地夸赞对方 但背地里会时不时 有轻视对方的言语或行为 知乎上 曾有人说过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 不要幻想所有人都是真诚的 你要明白 所有的关系都是有利益的影子 就像一个和你关系很好的兄弟 他有可能这段时间带你很好 而下一段时间呢 就会出现和你针锋相对的行为 很多人就会有疑惑 为何别人会出现这样的反常呢 其实不是别人反常了 而是我们做人没有心机 过分善良的 哪一颗人心 就像是一枚即将燃爆的炸弹 你不留意 而是将其当珍宝一般揽入怀中 到最后啊 受伤的终究是你自己 如此说来 防人之心不可无 害人之心不可有 你不害人 但你不能保证别人不来伤害你 所以做人三七分就好 三分真情留给别人 七分防备留给自己 那么你像能收获情意 也能过得安稳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欢迎订阅 您的支持,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